哈喽,朋友们大家好,给大家更新一下葱花水蒸蛋的做法 有很多朋友呢要这个教程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支持一下,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鸡蛋五个,然后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拌完以后呢,我们加入少许的猪油 一勺的盐 半勺的鸡精 然后我们用家里吃饭的碗呢,先倒入一碗冷水 然后再倒入一碗开水,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我们撒一点葱花 锅里呢,放四根筷子,然后加入开水 放入鸡蛋,然后盖上盖子,用大火蒸7到8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啊,用这个方法增出来的鸡蛋呢 就是一点蜂窝状也没有 也比较的嫩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 感谢大家的支持,谢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